提升AQ 逆境雙數 AQ 首先大家可能聽過 IQ 就是 Intelligent Quotient 就是智慧 智商 EQ 就是 Emotional 情緒的雙數 接著就是逆境雙數 也有很多人說 情緒的雙數和逆境的雙數 是造成一個人的生命成功的百分之八十 即是說 其實我們的知識不是最重要 而是我們能夠處理到我們的情緒 和在逆境之中能夠處理到 這是令到很多人能夠得著成功 AQ 的作用是評估一個人 處理壓力或者挫折的能力 即是當他受壓力或挫折的時候 他怎樣處理呢 其實我相信我們每個都有試過受壓力 我自己其實我一生人中 是受過很多壓力的 那這個也有原因就是神要預備我的心 其實我經歷四年之後 我也有很長的時間 有十年的時間 處理這些壓力和挫折 而這個過程是叫我更加成長的 那我一間會有些在這方面的分享 AQ 會預估到這個人的什麼呢 即是當你知道你的AQ的時候 其實在網上也有些測試 大家可以試一下做的 你說AQ 測試它可以給你的 那會預估到什麼呢 就是我們的態度 即是譬如有些事情不順利的時候 態度會怎樣 心理壓力會怎樣 會不會有病都會預估到 因為當一個人經常都很壓力 經常都不開心 她是遲早有病的 我們受不了的 我們人受不了任何一樣的壓力 而且她受命 而且其實受命中很重要 就是活得怎樣 那個質素 因為我認識有些 我曾經在醫院做院務 就試過有些人很長命的 80歲、90歲 不過她有三、四十年病 真是很慘 你看三、四十年坐在輪椅 不能夠自由動 或者身體很多毛病 真是很辛苦的 而且她的學習能力 還有面對環境變化的調整能力 即是她有變化的時候 她怎樣調整 左手邊就是一個人 她受不了 很壓力 但右手邊這個 可能大家都認識的 Nick 她其實有四個小孩 這幅圖畫 因為她顯示她整個人 她只有一隻 即是一隻腳仔 腳板大一點 另一隻就很少的 她沒有手 其實這個人 應該來說 是沒有辦法 能夠做一個開心快活人 但她現在去全世界 她的講座就是 幫人怎樣開心快活 面對困難都能夠面對 所以她是一個 AQ德性的一個人 另一套電影 就叫做 Butterfly Circus 如果大家上網看 你可以看她 扮演一個角色 她做主角 一套短的電影 就說一個人 就是 就回她自己的樣子 在馬戲班 後來她離開馬戲班 跟了另一個馬戲班 因為那個人 對她有些關心 她其實 說到她很不開心 那人就 嘲笑她 因為她自己說 就算神都不理我 即是 當第一個 這個Circus 即是馬戲班 介紹她的時候 就說 這個人是神都轉念 不看她 這樣來介紹她 就是她連手腳都沒有 看上來好像 沒有希望 而另一個馬戲班 因為她對她有關心 她就很 為何她對她有關心 她就逃走 為何逃走 我們不知道詳細是怎樣 總之那套電影 就說她走到別人那裡 人家發現她在那裡 就帶了她走 那天有一天 惹她 她說 你看她的人多厲害 不過你不會厲害 為何呢 因為神都轉念 不看你 她說 怎是呀 她說 是你自己說的 你自己相信 你相信就是這樣 她開始轉變的時候 她就發覺 當她相信她不是 做一個廢人 一個沒用的人 當她相信 她相信神在她生命 有奇妙計劃 她一樣可以提升 我希望大家 每一個這裡都會相信 神會做廢人的 你跟隔壁說 神會做廢人的 神做每一個都有特別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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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能夠在AQ幾困難都好 其實不死得 一定有辦法的 首先我們說第一 重點就是低AQ的問題 很多人被傷害或者困難之中 就會怎樣呢 被人罵完 那個自然反應 這個是自然反應 來的 很多人都有自然反應 就是發怒 發脾氣 喊 憂傷 或者很孤單 心刺到傷了 或者失眠 或者甚至很多人想自殺 其實就是我能頂得住 有些人說 我真的很慘 我的困難 我真的很大 被所有人都大 的確有些人的困難真的很大 但是神有押我的恩典 他真的有押我的恩典去幫助人 其實我從小時候開始 被人罵很多 我一輩子被人罵很多很多很多 但是呢 在這些所有的罵 神帶我去 怎樣去不被罵的影響 而帶我去怎樣提升我的生命 一步步提升的 有一個生命轉變帶來壓力的分數 其實我這個是一個很簡單的 因為我沒有將它全部寫出來 它就會有寫出不同的事情發生 帶來的分數 當然每一個人不同 這是平均數量 如果配偶死亡是100分 離婚73分 分居65 就是不同的事情 就是嚴重一點的就多分一點 輕微一點的就沒有那麼多分 但是你看到一樣的 爭執次數改變 它就是不一定加增 就是本來 譬如它整天罵罵罵 忽然間呢 它現在沒有罵那麼多 都會有壓力 就是它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會這樣改變呢 就是任何 譬如經濟狀況改變 它忽然間很有錢呢 它都可以有壓力的 那當然通常來說 是沒有錢的壓力更加大 好了 它加上加上 它有很多東西的 就是我這裡 不是給你真的做一個測試的 如果低於149分 風險程度是一般 有三分之一機會 是有身心的疾病 這個都三分之一機會 有150到299 風險程度中等 是有一半的機會 是會有疾病 然後三百分以上 風險程度是較高 還有是有80%的機會 是會有身體或心靈的疾病 原來呢 真是我們不能夠處理這些事情 是很受傷的 整個人會受傷的 但是我們不需要一定是這樣的 首先看看這個新聞 這個新報新聞 它說精神病新症每年3萬 小心瘋人出沒 就是你小心很多周圍的人 他用這個字特別 就是那些人不一定瘋的 其實很多是低沉的 就是這些瘋人會出沒 好了 這兩個呢 這個是醫管局的 這個是衛生福利及食物署 其實都是一樣的 他們做的調查 由99年開始 大家看看數目 總人數 有抑鬱病的人數 9785 然後加多2千到1萬1千 就是這一年 然後1萬3千 然後跟著 2003年 1萬6千 這裡升了3千 然後升2千 然後升3千 即是說 現在還不止 現在已經 因為已經 已經一百年了 所以那個時間 已經很不同了 這個是之前的 就是2萬1千人 這是很久之前的數字 就是很多人有抑鬱症 在這個時代 很多因素 加起來 其中的因素 我覺得太多人依賴 即是說 他一定要依賴即時的滿足 例如打手機 要即時有的 這個我們上次講過 就是棉花糖測試 哪個小孩 他給了棉花糖 一個棉花糖 如果你能夠 即是你一直不吃 我回來 我會給你兩顆 即是給你多一顆 有很多小孩 看著棉花糖 哎呀 不能夠不吃 結果就 嗨一下 拿一下 結果忍不住吃了 他就發覺 在5歲的時候 忍受不到的小孩 將來大了 是更多機會 有情緒病 不能夠處理問題 還有更加容易有吸毒 還有各樣的壞習慣 那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他 原來他不懂得掌管他的情緒 以及他即刻要得到滿足 他不能夠 即是說 為了將來而 我現在去管理自己 他做不到 這是現在的世代 很多人都是從小時候開始 因為飲慣奶水 什麼奶瓶 是什麼呢 就是手機奶瓶 就是經常都要玩手機 經常都要得到滿足 於是 有些人形容這個世代的人 很多就好像 這個 士多啤梨 這個 叫什麼 梅 草梅 草梅一族 就是說 很多人現在很容易受傷害 這個也是因為他太遷就他 太遷就他的原本 什麼都要得到的時候 你看小孩子 小小的女兒啊 女兒啊 當你長大的時候 他會不會懂得自立 能夠承擔壓力呢 是很難很難的 其實這個呢 有時候社會風氣造成 我又覺得是食物 太多一些 垃圾食物吃了下去 也是周圍的人的情況 引致 也都是魔鬼的作為這麼大 引致這些事情發生 所以我們首先 基督徒站穩 我們莊東有一位弟兄 他就在一個傳統的教會 他有一些組長 他跟他聊天 他是組長 他逐個逐個跟那些組員聊天 那我問那些組員怎樣 他說很多都有情緒問題 其實原來就算信義蘇不懂得處理 都是會有情緒問題的 其實人都有 不過情緒問題是多少 就是由1%至100% 是什麼程度 我都希望大家今天去想一下 當我們面對困境的時候 我們面對是怎樣的 因為人生好 我們是沒有把握 的而且沒有把握 我們不能夠有把握 一定有需要的錢 有時候真的可以 錢沒有了 或者是人際問題 我們不能夠把握 或者疾病 或者是上班的時候 被人批評 或者有人說 你這樣做 我不和你絕交 或者前途 各方面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有一些地方 我們不能夠掌管 如果以普通人來說 他就會很擔心 正正常常 很多人都可以某程度開心 他有衣有食 又有朋友 上班又很快樂 有些人的壓力比較少 但有些人比較困難 他不懂得處理的時候 就可以逐漸 越來越頂不住 其實基督徒有一個很重要的 神的幫助 我就是在我經歷聖靈 其實我初信主 神已經提醒我 因為我家裡經常有罵和打 在這樣罵的情況 我小時候也有做惡夢和夢遊 其實是可以 那時候有個牧師都說 他說你小時候這樣情況 你應該大過 是不是現在這樣 那麼生馬 那麼輕鬆 是因為我真的很快 我已經turn off 原因是為何我會turn off 即是不理會他們的影響 我是覺得 即是我覺得他的行為不合理 即是說那個傷害是不合理的 我就不介意 我一出門我就 唉 什麼都忘記了 因為turn off 不給他影響 我就不受那個傷害 雖然當時是有傷害 會有發惡夢 但因為我沒有 整天想著它 我一出去外面 我有我的世界 我要讀書 我有機會出去玩 我的人就會覺得 即是他人輕鬆 我可能會放手 所以我後來是 即是沒有那麼受影響 不過我都試過 有心靈的醫治 試過去回一些這樣的情境 那我就後來 經常去回這些情境去處理 有一次我怎樣處理 就是我參加一個課程 是訓練釋放的 他就被我們操練 幾個人一組 你哪個自願 那個就接受釋放 其他那幾個幫你 那時候我就 即是既然有得做 我就做 那我就自願 我的人通常都是不怕死 就說 好了我做 他就帶我去祈禱 祈禱問阿神 你有什麼事 是你以往受的傷害 那時候 我想回一個情境 就是我很小的時候 其實都不是很小 就是小學的時候 那時候 那時候 飯學一拍斷了 我就很害怕 因為 在家裡什麼事發生 都是罵的 我很害怕 我回學就害怕 我放學回到家 在樓梯站了很久 回到家裡 很害怕 很害怕 一直站在樓梯站了很久 那日後來 都是說 是不是都要上去 不可以逃避 我走回到家裡 不過 就沒有罵到 結果是沒有罵到的 但是這件事 當我說出來的時候 他就帶領我 祈禱 問問耶穌是否在那裡 那我就不是 好像有些人 收到什麼訊息的 但是我的意念來到 就是說 耶穌其實在那裡 耶穌也告訴我 將來我會大大使用你 你不用介意 我會醫治你 我會安慰你 那我就去回這些 以前的情境 有些人 童一年罵我 傷害我 得罪我 我去回那些情境 我有時洗碗 走路 我想回一些情境 或者祈禱時想回一些情境 我就會 開始連率那個人 因為那個人傷害我很多 所以我連率他 其實他被人傷害很多 所以我連率他 我就會開始 祝福他 饒恕他 到後來 我越來越喜歡他 因為我覺得他也有很多好處 很多好的地方 我越來越喜歡 心越來越鬆 即是說我發生的事 其實全部都有他的好處 雖然有傷害 但也有好處 那我就逐樣逐樣 將這些事情處理 這個是我經歷聖靈之後 其中一件事 我有做的 這個是幫到我 處理很多的事 其實神都有不同的方法 提醒我去處理 好了 AQ低的人 會容易有些什麼 會做呢 我們一起讀 先讀第一行 面對困難時 謊亂 被情緒影響 會有勇氣 和堅韌力 面對困難 第一 就是有困難 就很害怕了 會被情緒影響 沒有勇氣 去面對困難 或者堅韌力 持久 沒有這種膽量 覺得 嚇死了 不行了 我都是失敗的了 那我自己呢 即是我從小時候開始 都有一種心 神給我這種心 我可以衝破的 我不會讓他勝過 但有些人不是這樣堅韌力 其中一個因素 都是因為我 其中的原因 我有打球 我有打球 打球是需要韌力的 有時候我們輸 我們都要追回 還有我小時候 我爸爸教我們掌上壓 sit up 打沙包 我們習慣了是克服 所以我有困難 我就會堅決 我要面對 我都希望大家堅決相信 他打球 我試過一場球 其實我當時打球 我們在學校 在我們黃隱孫 有一隊壁球隊 我們對那些全部什麼人 全部是西人 全部西人的男人 是很大力的 他的球是很行的 我們怎樣贏他 我試過有一次 有一個人贏了我兩盤 第三盤已經在贏我 但是我的心堅決 我一定要追回 這就是堅決的心 堅韌的心 我見到他打球很大力 我打大力的球 是贏不到他的 我就縮他的球 結果後來我追回 但是很辛苦 那時候打球 打到氣 如果大家試過打球 在跑步 你知道氣是很不夠的 但是這種狠韌 有些人說 我不是很像你這樣 我不是這樣 但是我就說 是可以操練的 一步一步 靠著耶穌可以面對的 不死得的 但是當我們告訴自己 死得 真是會死得的 但是你說不死得的 不要緊的 可以面對到的 那時候我們就有力量 但是當我們愈是 這樣負面 我們就愈困難 好了 第二行一起讀 不懂得處理困難 逃避或放棄 容易失敗 膽怯向前走 第二行就是 他不懂得處理困難 有困難 不懂得去做 糟了 考試不合法 怎麼辦 哎呀死了死了 被媽媽罵 哎呀好怕好怕 下一次考試好怕好怕 我不怕失眠了 哎呀睡不到教 哎呀死了讀不讀書 有些人會這樣 哎呀我上學 變成了同學 我不敢上學 有些人會這樣 但是呢 這個其實是可以學習回來的 當我們了解 我們自己裏面想著 什麼 其實這個東西 是不是沒有得救呢 你問回自己 是不是沒有得救呢 有沒有解決方法呢 如果有另一個人說 這個問題 你會不會想到解決方法 你想到的時候 你便應對自己身上 但有些人在自己身上 就不行 哎呀不行了死了 哎呀我不行了 我考試考不了 我以後都沒有前途做黑衣了 越想越差的時候 的確是真的會 有些真的變成乞丐 有些真的做不到 會逃避或者放棄 更加容易失敗 還有很害怕 因為失敗過 還有一行一起說 將失敗感放在記憶 繼續內疚 害怕再遇到困難 這個可以大聲一點 就是說呢 將失敗感放在記憶 我是失敗者 我是什麼都失敗 我什麼都做不到的 我希望大家 不要將這些 負面的誓言 放在心中 經常都說 哎呀我不行了 我做不到 這個呢 真的會造成一個失敗的人 還有繼續內疚 我是失敗 我做得不好的 其實不要緊 一做得不好 求主赦免 蛇叔就赦免 可以立即有力的 還有再懼怕 再遇到困難 這個都是一個循環來的 很多時候人就會有這個循環 第二大點就是 神可以提升我們的AQ 因為神是輕鬆的 神有很多事情做 但是他很輕鬆 還有他有智慧 有能力幫到任何人 所以我們可以 變得喜樂平安 神是給我們足夠資源 任何一個 我們都有足夠資源 可以開心快樂的 為什麼呢 因為神超越一切 因為我講幾點都有講超越 神是超越一切的 在一切的逆境中叫我得勝 在一切的逆境中 在一切的逆境中 在一會兒我想你自己聽自己說 我的逆境是什麼 神啊 你是能夠超越一切的逆境 自己宣告一切的 神能夠幫我 在我這個逆境 我這個什麼困難 是可以得勝有餘的 我們相信 神啊 你可以幫我在這個逆境中 得勝有餘的 好了 首先就是看看人的自然反應 人自然反應 譬如約失被賣 其實我相信他第一步的反應 不會說神有奇妙計劃 在這一次他不會 而是他只會說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我這個歌 一起居住 居然他現在會賣我的 會想殺我 為什麼會這樣呢 他很難相信 或者家人炒鬧 或者自己覺得孤單的時候 可能人會有什麼感覺呢 無辜啊 哇有沒有搞錯啊 我這麼好 為什麼人會這樣傷害我啊 不公平啊 會氣憤啊 會無助 覺得很沒有幫助 但是當我們 這個人的自然反應 當我們自然反應 就怎麼樣了 我們越是說 不公平的 有些人經常都說不公平 曾經有一個人在網上 都有很多人找我 因為他們看到我的影片 有一個年輕人找我 他說呢 我覺得很不公平 我說什麼不公平啊 因為我媽媽生我出來 要我做工 我說 難道你期望不用做工 對啦 我期望 他說呢 他有個錯誤 不知道有一次聽過一個人說 猶太人呢 十二歲呢 他爸爸就會把產業給他 我應該說 我爸爸就給了產業 我說他不用做工了 他就覺得不公平 一直積存著 不肯面對這件事 這樣的時候 越是看著困難 越慘 這個圖畫就代表什麼 他又看著困難 他要別人看著 你看看多壞 他有多壞 你看看這樣 搞不成的 他自己看還要別人看 這樣的時候 是很慘的 有些人是這樣的 他問朋友說什麼 他真是很壞 那些人什麼不好 那個困難真是很差 很慘 這樣的時候 他是越來越慘 但是聖經說什麼呢 我希望大家捉實聖經 我一信耶穌 我真的 有神真是好 神又會幫我們的 我一祈禱有喜樂平安 我讚美神又喜樂平安 我就說神可以幫我們的 那我就堅定相信這件事 因為我其實有一件事 因為我經歷見到人的不好 我是有 turn off 人的 我 turn off 人 但後來神就幫我去祝福祂 連續祂 即是說我心裏面 就說 其實我不用介意人 說什麼 不用介意人怎麼看我 所以當我看到神的時候 我就不介意人 更加不介意 而是 心變了做 就是想祝福 創世紀五十章二十節一起錄 從前你們的意思是要害怕 但神的意思如是好的 要保存許多人的聖命 成就今天的光景 約瑟說的這句話 真的非常好 為什麼呢 因為她的歌還出了她 現在她的歌 就走回來找她 她個個都養 到後來她爸爸死了 死了之後 那些阿哥就很害怕 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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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爸死了 可能她會把我們殺死了 但是約瑟就用這句話跟她說 她就說 你的意思是要害我 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 要成全很多人的聖命 保存很多人的聖命 成就今天的光景 即是呢 約瑟看到神的工作 看到神在這一切事上 有個奇妙計劃 所以約瑟呢 她是不給這些事情影響 其實這件事我相信 不是約瑟第一次即刻做到的 她第一次可能都說 不明白為什麼會這樣 可能都會有怨恨 但是當她怨恨的時候 她可能想到 唯一幫到我是神 所以我不能夠怨恨 我怨恨越來越失去神的恩典 所以我這一陣子 我是拔著耶穌 拔著神 在那時候沒有耶穌 但其實他們相信神 這個憲制的舊約 那些神的謝罪 其實都是全部從耶穌而來的 耶穌的舊熟 所以舊約的人 他們憲制的時候 才有謝罪 還有各人的恩典 她就看到神的恩典 以及看到神如何祝福她 她也收到神的信息 因為她是有很多異夢的 神有的信息 告訴她 神如何保守她 所以她堅持 在這個情況 她堅持去跟從神 我也希望大家 堅持說 神一定幫到我 其實你看到我的生命 如何給神一步一步提升 如何祝福 如何加力量 又為我們開路 這一切都是神在做功 我們一齊的團隊 我們個個得福 個個都有份 所以你說 我們都有份 一齊 其實任何人跟我們有無份 都不要緊 在哪裏愛神 走神的路 都有份 哪一個聽耶穌話 都有份 這個真是說 神一定定義祝福我 有人傷害我 不要緊 還有人 在我經歷聖年之後 有一次我打碼 和一個人分享 我的聖靈的經歷 但這個人馬上發怒 這個經歷 當時對我來說 是不舒服的 接著我騎完肚 對不起 聽了電話 他發怒 掛斷電話 接著我收線 我一祈禱 因為那時我騎身 也有喜樂 但那時我一祈禱 是沒有喜樂 這個經歷似乎是負面 但對我轉回是正念 為什麼呢 當時我就說 是一定不妥的 不可以這樣 這也是神給我的意念 不妥 我一定要處理的 於是 我就 想打電話給那個人 打電話說什麼呢 我就想到 跟他說 如果我令你不開心 請你原諒我 但是 對不起 對不起我令你不開心 其實我是沒有做錯 我不是 我分享沒有錯 不過如果我令他不開心 對不起 但這個人依然發脾氣 他發脾氣 他又是修善 修善 我就祈禱 我就放鬆 我就說 我已經做了 我可以做的 我再祈禱 就要喜樂 神就跟我說 你以後有親困難 就是這樣處理 這就是我 有這個輕鬆得性的教導的開始 就是 我有親困難 我就說 神一定幫我 我做的我應該做的 我道歉就道歉 我什麼做錯 我就 我就請他原諒 和求主赦免 我就放手 我就向前去 有人做什麼 不能夠接納 我都放手 沒有人能夠真的拿走這一切 其實當時來講 我本來在傳統教會 我是牧師 我也是在教神學 在我經歷聖靈的時候 我也是負責一個部門 這個部門是做什麼呢 就是將那些神學生 他們要讀完這些課程 就可以做傳統人 或者牧師 我是負責這個部門的 我就負責計劃他們的課程 和教導其中一部份的課程 那時候 但當我有這個經歷的時候 我又很大膽 我為他們個個個按手祈禱 在一個很傳統的 很傳統的神學院裡面 後來院長知道 就問我了 院長是很特別的 院長是外國來的 他說 不如你和我這兩個 我先想想 我都不記得是他和我說 我和他說的 因為他和我說 不如你和我兩個兒子祈禱 看看是怎樣 好有趣 我真的和他去 我和他兩個兒子祈禱 他兩個兒子當時是十人歲 我問他 你有什麼經歷 他就說很平安 很開心 他爸爸我看了很大的眼 很大的眼 不過他爸爸都告訴我 因為他們接受不到 所以你不可以再為他們按手祈禱 但其實這個之後 一直有迫白 因為我是 雖然我在神學院做 私下也做 有人看到 報告給他 也特別針對我 似乎人可以掌管我的前路 結果我離開了前路的教會 後來我 因為我第一個太太 她已經來適爐歸主 她因為適應不到香港 我回去的時候 那個中派也不接納我回去 那時候 我是要找爐怎樣去 有生活呢 怎樣侍奉呢 但是 在這個過程 也有人跟我說 李牧師 如果不是你這樣 來來回香港 你現在那個教堂已經很好 因為我之前第一個教堂 是一個大教堂 後來我開了一個教堂 也都是 不是開教堂 而是一個教堂 做中文工作 也都是帶了那幫人 信人數 你看你預備好一條路 那時候我已經能夠支持到 我自己的人工 但你自己又走了回香港 結果你什麼都沒有 即是有人直接跟我說 也都有人間接告訴別人 你看用詩 站在街角泉 太單張了 即是她有一種很負面的看法 我可以真的被她打倒了 但聖經說什麼呢 詩篇118篇第6節 一起讀一下 有爺華幫助 我必不懼怕 人能把我怎麼樣呢 這個時候你信 你就好定了 神幫我 神是全能的神 萬王之王 萬主之主幫我 我必不懼怕 我不用怕 因為人能把我怎麼樣 其實我出來 其實那時候 在教會很大傷害 很多人不傷害 也有些人離開 即是當我要離開 這個傳統的教會的時候 不過神問我開路很奇妙 立刻有人說 不如你在我那裡 開祈禱會 雖然是義務的 不過也有些人 就甘心樂意奉獻 支持我當時的生活 然後 在那段時間 我就操練 四年充滿 一年多的時候 我才回去外國 那時候 我已經想著 沒得回來的 但我臨走 有一個 我們教會有一個弟兄 他是有先知性的 他跟我說 他為我祈禱 他說 第一 當時我買的那一屋 是公屋 四五月間會賣出 真是五月最後的星期 一直都沒有人看 直至五月最後一個星期 沒有人看 然後第二天馬上買了 然後 他就說 你將來會回香港 並且不只回香港 你會去全世界 當時我覺得很困難 這樣很難會發生 但真是 神又為我開路 神為我現在開路 我侍奉的提升 是比以前高很多倍 你都可以的 你都可以被提升很多倍 你將來的路是大很多 所以我永遠不會回傳統教會 因為我回去 走不到這條路 曾經有傳統教會跟我說 蓮牧師 你想來真的跟我說 他說 你知道我走聖靈的路 我一定會走聖靈的路 我說了怎樣 他說好啊好就行了 你合乎聖靈就行了 後來又說不行 所以我 結果我還是出回來 曾經有幾個月的時間 不過這個都給我看得到 明白 不單止是聖靈工作 他接納不到 另一個接納不到 就是那種狠切愛神 投入愛神 超過一切 他們 有些人 為何會這樣 昨天有人說 你愛耶穌 我愛得很肉麻 耶穌我好 我喜歡你 我多謝你 耶穌我好喜歡你 他說很肉麻 為何會這樣 祈禱 但是我覺得不要緊 讓我更加認識他們 但是我的心 依然是憐憫他們 我都是想 我有個意念給我 去找回會長 因為會長 他很接納我 很奇妙 他很接納我 其實我現在有些教導 分辨 因典來律法 他們會是喜歡的 我 有想過回去找他 跟他談的 不是要得到什麼位置 而是去祝福他們 就是說 人能把我走 有些人 生老病死 他能夠掌管什麼 他掌管不了 有人福音十九週十一節 一起讀 耶穌援納說 若不是從上頭自給你的 你就毫無權兵辦我 當時比多一哥 是有權兵將耶穌釘十字架 將他釋放 但是耶穌說 你不是上頭給你 沒有權兵辦我 也就是說 耶穌會這樣深信 一切掌管在神的手中 你會深信是這樣 如果你深信的時候 你什麼都不怕 什麼困難都不怕 就是我試過經濟的困難 我以前做牧師 是從來不用憑信心生活的 為什麼呢 因為每個月 一定有指定的人工 還有中派是很缺乏牧師的 是很缺乏的 你四處都請牧師的 所以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但是當我離開之後 真的憑信心 但是神真的一步一步 很奇妙地供應的 所以我們看到神是有權兵 一切的事都有權兵 一切都有神的安排 好像你們來到 我覺得是有神的安排 是神的預備 對我們的祝福 對你們的祝福 對天國的祝福 開闊這條路 去祝福更多人 神的心就是想更多人 被神去更生改變 所以我們先讀的是什麼呢 神超越一切權兵 一起讀 神超越一切 所有的權兵 神超越了 還有這個 神的作為 超越人的攻擊 如果人的攻擊 如果人的攻擊 你不介意就沒事了 是吧 人的攻擊 神可以超越 第二就是 所有權兵 神都超越 第三就是 超越時間 來計劃 祝福我們 CB139篇16節一切 你所定的日子 我尚未到日 你都寫在你的賊上 神啊你的意念 向我何等寶貴 其素 何能眾多 就是呢 神已經將我們的生命 寫在計劃上 已經寫在天上的賊上 神的意念 何等寶貴 寫的都是寶貴 神會說 祂是一個失敗者 祂什麼都不行 又沒有朋友 又做工又不行 又被人炒獄 又沒有朋友 神會這樣寫 神寫都是好的 不過怎麼進這個計劃呢 不是自動進的 我們的技術不是自動進的 羅馬書十二章一到二 告訴我們 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 心意更新而變化 就叫我們 察驗何為神一 善良上傳 可欺可止 即是說 不是你生出來便會進這個計劃 是你 順靠親近遵從事奉神 你走神的路 你就會進 有時候做得不夠 不要緊 你求主赦臉和幫你 你就會走到的 這裏任何一個 或者任何一個 在任何教會 總之任何一個基督徒 只要我們說 神的路我願意走 我走不到 耶穌幫我 我可以赦臉我 神就會赦臉和幫助 你任何付出的代價 就算一杯涼水 給一個小子 不能不能上次 神就喜悅 你悔改 天上就為你歡喜 所以耶穌的路是容易的 不是難的 神是容易的 祂會給我們計劃的 將來一日你去到天堂 你就說 原來神寫得這麼好 為何我活出這麼少 我希望多些人說 原來神一早寫完 將來一路得到的祝福 以後 我們以後的日子 可以比以前更加榮 你滿足你以前的日子 我希望你會說 我想更加好 因為神的美好是無可限量的 你現在來說 你覺得我已經回到教堂 我祈禱也有平安喜樂 我都會有些釋放 可能你覺得也挺好的 但是神說 這只是輕輕碰到我的恩典 還有更多 你將來可以祝福更多人 提升更多人 我們每一個都可以提升更大 其實在天國裏面 每一個人都可以提升更大 不過很多人是信了什麼呢 信了垃圾 我說不要吃垃圾 是信了垃圾 垃圾是甚麼呢 沒有用的 你做不到的 你經常都失敗 沒有人喜歡你的 這些垃圾信了 就不行了 但是我們相信神的應許 觸實神的話 我一信耶穌 我一看聖經學都很喜歡 聖經裡面有很多說話 我就記住了 我希望大家都記住 觸實的應許 觸實的應許 神已經寫了賊上 所以神的超越超越時間 將來的路都已經看到了 在網上看到黃泉道 他在天堂見過我 我沒有上過天堂 不過他看到我將來的我 真是很榮耀 很有一個王子 很尊貴的身份 你們都可以的 我們每一個都可以的 他自己又看到他將來 他的自己 他自己都很難相信 如果你看到你將來的自己 原來我可以變成這樣的 我希望大家有這個信心 甚麼困難其實算得甚麼 被人罵算得甚麼 被人炒月算得甚麼 有人喜歡算甚麼 總有出路 總有出路 總有方法 總有出路 總有出路 阿里路人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一起讀 不要輕看 聖經應許 就是聖經答應了 他一定會做 你觸實應許 你就有力量 你不觸實就沒有力量 這個經文我再讀 《哥林德》後書四章七節 我們有者寶貝放在瓦氣 要顯明者莫大的臨力 是出於神 不是出於我們 我們四面受敵 卻不被貧主 心裏作難 卻不自失望 遭迫 卻不被丟棄 打倒鳥 卻不自死亡 這裏就是神超越環境 甚麼都超越的 環境超越的 我有這個寶貝是甚麼呢 在上文就講到這個福音 神的福音 耶穌基督為我們釘死在十字架上 四面一切的罪 並且將各樣的恩典給我們 這是很大的恩典 很多人聽耶穌聽得多 有時覺得 講來講到耶穌釘十字架 四面的罪 我覺得不是很特別 其實是很特別的 因為我們能夠 藉著耶穌四面的罪 我們成為神的兒女 有極大的盼望 神給我們無限的恩典 無限的力量 是無限的 我們個個都會無限量地發揮 這個寶貝放在我們裏面 這個當作是瓦器 不過我找不到一個圖畫 真是一個瓦器 這個玻璃也挺漂亮的 它的代表就是 那個瓦器不是很貴重的 不過因為它有個寶貝在裏面 這個瓦器就變得貴重 其實我們每一個有耶穌在裏面 有耶穌的恩典在裏面 我們就變得很寶貴 就是一個無限的能力 這個無限能力 怎麼能夠使用呢 我不是有很多能力 我一被人罵就已經不行了 一失敗就不行了 因為我們沒有用 當你拔著耶穌 耶穌一定幫到我 耶穌一定提醒我 耶穌一定會發揮我的生命 當你經常堅定相信 我每天真的這樣祈禱 我每天起床就說 多謝耶穌說 耶穌說 耶穌和我一起感激耶穌 我一起床就是這樣 我經常都盡量耶穌和我一起 我就觸實應他 人說的話 所有負面的垃圾 我是不會去吃的 我不會去照的 我不會去思想的 我說其實人就是這樣的 不要緊要的 不死得的 被人罵一下 臉不會懵得很慘的 即是不介意就不懵了 沒有所謂的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垃圾不要吃 好東西吃 就是這麼簡單 這樣就有AQ 為什麼人沒有AQ 就是吃垃圾 做了垃圾蟲 垃圾蟲 這個是吃垃圾的蟲 這個能力是怎樣 四面受敵 又怎樣呢 不要緊要 因為神會紀念 神會賞致 你被人攻擊 不要緊要 神會大大的賞致你 並且會提升 在受迫伯的時候 將來我會更加聽到神的聲音 神會更加使用我們 在這些敵人迫伯的時候 神會使用我們說的話 以致人會改變 將來有一天 可能我會遇到這個情況 難怪你 神不用怕 有些人一被四面受敵 因為要用人的角度看 就是慘了 我又被人罵 我被人攻擊 被人打 沒有出路了 這個就是看困難 其實基本上 你眼看什麼 你看困難 就很慘 還有看我要做到什麼 就很慘 我要做到幾成功 就很慘 我們不是我們成功 是神 叫我們能夠有些果效 我只是做什麼呢 信靠親近遵從事奉 一起說 信靠親近遵從事奉 信靠親近遵從事奉 就是這麼簡單 我做好我的本分 所求於管家 是會有忠心 我們忠心就可以了 神就負責一切 這樣的時候 我們四面受敵 都不怕 我們被困住 心裡作難 為何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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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會不聽話 為何會遠離神 不要緊 我們不會失望 我們處理了 就不失望了 有些人令到我們失望 但是我們心裡處理了 不失望了 遭迫伯卻不被丟棄 神會保守我 如果到那個迫伯的時候 我真的上天堂 又很歡喜了 因為天上的賞賜是大 如果不上天堂 又不要緊 在那個時候 又是一個作見證的機會 總是用神的角度看 其實我們會站得很有力 還有就是 打倒了卻不至死亡 雖然打到我們 整個跌倒了 都不至死亡 就是說 環境 我們可以超越 一起讀 下面那句 神的寶貴叫我們 百毒不侵 什麼毒都不用怕 什麼毒 我們都得性有餘 真的有一天 你想像一下 我周時都會想像 我不是有空去 沒有事情想 所以想 而是我預備好自己 如果有一天 我被人用很殘忍的刑份 對待的仇 我會怎樣想呢 有些人會說 快點死吧 如果到時候 耶穌接我 是好的 但我會說 神你想怎樣用我 在這個時候怎樣榮耀你 這就是有神的心 神就會起源 神可能給你的力量 就是那時候打都不痛 真的有人作見證 就是被人打都不痛 你打是很痛的 痛一下又怎樣呢 痛一下又不死得 就算痛 你現在 有時都會痛 有時肚痛 有時頭痛 那些痛沒有什麼益處 但你被人打的痛 是有益處 因為你將來賞致是大的 對不對 好了 還有 神超越 一起做 神超越一切難阻 神超越成全 有什麼難阻 都不要緊 神會成全 一起讀 詩編三十七篇五節 當將你的事交讀 以後 並不依靠他 他就必成全 將你所有的事交讀給神 交讀給神 有些人會說 主耶穌求你 照顧我這些 我的子女 我的工作 我的所有前奴 我的健康 交讀給你 多謝天父 祈禱奉耶穌名下我們 他說我交讀了 口交讀了 交讀意思是什麼 我真的不再去擔心 我做好我的本分 我就輕散了 我不用背著 我也知道 我深信神一定大大的祝福 就是全然將整個人 躺在耶穌身上 我全然跟著耶穌身上 那是不是我們不做事 不是 我們照樣做 我們應該做的事 但是呢 我們不背著他 因為神給我一個很重要的教導 用人的角度看萬物 以及用神的角度 用人的角度 走過沙漠 走過沙漠 容易嗎 不容易 但是神的角度 神會幫我們走過 乘飛機過沙漠 容易嗎 很容易 神的角度 神一定為我開路 到時到下就會見到好東西 神的角度 是完全不同的 用人的角度 注目在疫情 就會很慘 但是用神的角度 注目在神 神一定為我開路 和神會賞賜我的 神會幫我 我所有受的苦 神會紀念 那時候 我們的心 就不會被這些人壓住 一發覺壓住 就需要處理 待會我們會說怎樣處理一下 看著困難 就會很慘 哎呀很忙碌 被人壓住 或者是 媽媽打眼太難 很困難 被人罵 但是如果我們信從神 神一定搞定的 神會保護我 我就可以輕鬆了 我這個買車 神背鍋 這件事 那個見證是怎樣呢 那時候 我的牧師 在外國 他有一架 運球的車 很實的 我用了一輪 他借給我先用 那隻腳就痛了 但是呢 我就求神幫我 神為我預備 找到一雙鞋 就是Burkenstock 德國的鞋 他說你穿了那些鞋 以後都不會穿別的鞋 真的當時我穿真的很喜歡 因為真的跟著腳形 結果我的腳好回來 就是神都背鍋 我買車買錯 那時候 心很後悔 但是神都為我在王爺分裏 那時候選到 不過現在我都不是穿那些鞋 因為現在很多鞋 都是可以比較健康的 好了 那最後怎樣提升AQ 一齊 第一行 信有神撐著 在神裏面 得力和平穩安靜 這個第一 信心 信心是最重要的 神一定跟我一起 神愛我 神幫我 神陪伴我 這個是信心 大家有沒有這樣宣過的東西 神跟我一起 然後呢 在神那裏得力 親近神 於是平穩安靜 第二行 臨危不亂 恩信神保守 建立穩定情緒 建立處事應變 就是說 有困難 不要緊 死定老闆都好像想炒 不要緊 我做好我應該做的 就算真的炒 神都為我開路 或者不是炒 有些人經常說 老闆炒 他有給面識我看 他很想炒 不是一定的 他或者不炒 你先不要怕了 有穩定的情緒 不給它影響 然後呢 建立處事應變 這個都要建立 學習 有什麼困難 其實有什麼解決方法呢 就是想想 有什麼解決方法呢 是有方法的喔 這樣的時候 你就試一下去做 但是有些人就很害怕 死了死了 哎呀不行了不行了 這樣就天天失眠 哎呀不行了 沒有人喜歡我 我什麼都不行 這樣的時候呢 鑽在困難就很不行 但是如果你說 其實我們人都有 神秘愛聰明智慧 是有方法的喔 如果你不行 你可以找我們 我們可以幫助你面對了 第二 跟著下一項 做得不好悔改 就可以了 你要不繼續內疚 將危機轉為轉機 在危機中學習 下次就不可以 好了做得不好 怎樣呢 悔改全面 和人求助幫助 神就會幫我們 就不要內疚 死了我失敗過啊 我失了個機會啊 哎呀我做得不好啊 這些過去了 不要緊要了 將危機轉為轉機 這個是很重要的 雖然危機 但是這個機會 給我信教神 可以經歷到神的工作 還有呢 在危機中學習如何改善呢 這個觀念呢 就是一起讀一下 將障礙轉為轉機 可以更上一層樓 就是怎樣呢 一起讀一下 學了隨時從事實力 學了不被人影響 以柔和勇敢和智慧的話 回應人 就是說呢 學了隨時得力 有人罵我 有人傷害我 有困難的環境 我都站得穩 從事隨時得力 還有學了不被人影響 人家說什麼話 不用怕的 不是世界想的 然後呢 用柔和勇敢和智慧的說話 怎樣用智慧說話 但很多人在那個情況 就罵人了 但我們就說不要緊的 不死得的 用柔和的方法 AQ的層次 因為下面的 ground式那個 就是說未得的 一起讀一下 被疫境影響 下一層了 開始處理疫境 靠主北地環境影響 如理平地 疫境成為提升的機會 第一個層次 就是被疫境影響 現在入了內心很慘 但是開始處理疫境 有困難我可以處理 然後呢 靠主不給環境影響 如理平地 就是說 就算有困難 神一定開路 神一定會有方法的 你就是這樣堅定相信 你到時到後 你會見到神的工作 然後疫境成為提升的機會 就是我曾經被人傷害 被人罵很多 所以神給我這個輕鬆得勝的過程 就是怎樣被人說 我不用介意 我一樣可以轉身讚美神 神一邊說話 我一邊看著他 我一邊聽他說話 我又不是笑他 但我會尊重他 我會用智慧的笑話回應他 我心一邊祈禱 神一邊幫我 不用怕 不用被他影響 這就教了我 這個輕鬆得勝 你上網可以看到 怎樣在疫境中處理 這樣的時候 就不會裝更多的傷害 因為很多傷害 就是我們每一次被人罵完 裝進去 哎呀死了 哎呀 哎呀人家這樣罵我 我真的沒用 一裝進去 是很不行的 我們的心裝不到這些傷害 一裝進去 是很慘很慘的 成熟的AQ去到什麼程度呢 人家罵我們 迫伯我們是怎樣 我們是有福的 因為在天上的賞賜是大的 這個就是高度AQ 就是說被迫伯 我也不怕 我知道神會祝福我的 好了 最後我講到 有兩頁 而講到實際 處理人的傷害 和事情的困難 怎樣呢 這個很重要的 我們一起讀 處理人的傷害 怎樣處理呢 留意和處理自己的感覺 分辨對方是怎樣的人 第一就是 留意 我有什麼感覺呢 我受傷 我留意到 我怎樣處理 處理方法 第一 其實他不是 他的說話沒有權兵的 他就算罵我 不是代表我 他說我蠢 我不會變蠢的 他有什麼傷害我 不代表我沒有前路的 我就處理了 以及處理自己的感覺 神會幫我的 神會提升我的 我又讚美神 從神得力 這些的方法就是 活在神的愛中 而不給那些垃圾影響 這個基本上 因為我濃縮 今次不是講完的方法 就是說 我留意到什麼感覺 我受傷害 我就是一路宣告 我不用受傷害 我可以平安 可以輕鬆的 可以有力的 分辨對方的什麼人很重要 為什麼呢 這個人經常罵人 是人都罵的 容易罵人的 那我需要認真聽他的說話呢 我不需要這麼認真 我分辨到 我就知道怎樣處理 這個很重要 有些人 他經常都容易發脾氣 既然我已經知道是這樣 我需要放在心上呢 那有些人內中發脾氣 我知道他內中發脾氣 那他發脾氣的說話 是不是從神而來呢 不是啊 我又需要這麼認真 又不用這麼認真 下一項一起讀一下 尋求方法 怎樣不被對方影響 連述他和為他討告 分辨對方會否改變 就是呢 怎樣不給他影響 他明明在罵我了 他在罵我的時候 我可以怎樣呢 不要緊 他站在那裡 有些人會覺得很慘 他罵有些人一定要走入房間 一定要走去哭 但他罵就有他罵 我真的 由小到大的操練 站在那裡又不死 他就罵我了 他罵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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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否一定要好受傷呢 不用一定的 那我有了 聽聽聽聽聽聽 就是 找一個方法怎樣不給他影響 還有連述他 其實他被人傷很多 所以呢 我就連述他 我就連吻他 會為他討告和嚴恕他 還有分辨 這個下面改他了 他會不會改呢 有些人真的不會改的 那些不會改就不要想著改他 下面一行 決定是否嘗試引渡他改變 求問神怎樣引渡他改變 這個上面是處理自己 下面是處理人的 有些人可以跟他談談 有這個問題我們怎樣處理呢 有些人可以談的 有些人是沒有得談的 他其實都是這樣的 那時候你就只能夠先就 你只是不給他影響而已 但有些人他是願意的 我們就大家談怎樣處理 那時候就說 然後就求問神怎樣引渡他 就不是馬上告訴他 而是怎樣引渡他 一步步引渡他 就好像拿丹斯之雙大衛說 說了一個故事給他聽 有個人拿到他旁邊的一羊 然後大衛就說 這個人該死 然後拿丹斯說這個人就是你 引渡他 引渡他 讓他知道我們怎樣處理 不要內衷刺他一下 有時候有些人會這樣 一邊引渡他 是你壞的 你知不知道你傷害人多慘 那時候他又會反彈 我們只是說 你會看到這件事很好 你會看到這件事非常好 這是一個進步的機會 總是欣賞 不要嘗試刺他一下 很多人說話就容易刺他一下 基本上是什麼呢 我想說 其實基本上任何人 你有耶穌 你都要有這個智慧 不過為什麼很多人沒有用這個方法去做呢 因為他一到到被人罵 已經黃亂了 已經是全人被那些罵 影響了 不斷想那些罵 所以他不會想到這個方法 其實你只要分辨到 這個人傷害我 我需要介意嗎 不用那麼介意 我們就會放手到 我們就說 不要緊的 他罵我不死得 我們就可以找到方法處理 好了 下一個就是 最後這個策 就是處理困難的情況 這跟上面很類似的 都是處理留意自己的感覺 又分別不同 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